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说是当前这个主题最全面的回顾性文章 全球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已危害到耕作土壤 尤其是重金属 隔 严重威胁全球食品安全和农业生产 隔可轻易地进入植物体内 抑制植物生长并降低作物产量 更关键的是 透过作物进入人体的食物链 是当前农业棘手的问题之一 目前 龟肥对作物的效益早已被肯定 今天 本文聚焦的是龟肥减轻格毒性的几个机理 其中 包括龟对格的物理屏障 龟合格的共沉淀 下调根系离子通道合格转运蛋白基因的表达 增强抗氧化性能 龟的水平衡机制等 都是龟降格的手段 植物吸收龟的过程 是通过根系吸收水分和溶解钛的龟 也就是二氧化龟的水和物 正龟酸 正龟酸通过细胞质或质壁连丝进入根皮层 并被转运到地上部组织中 一旦进入到木质部 它就会通过蒸藤流快速地向上运输到地上部 累积在各个器官和包器当中 这个是总结近几年来使用龟来降低格对作物生长的影响 包括水稻 小麦 玉米 豆类和蔬菜等 举例第一栏 2022年在豌豆的研究 在受到氯化龟浓度为50-100ppm的污染下 使用100-300ppm的龟 可以使豌豆的猪高提升37% 叶面积增加了26% 还有精部的干物质增加31% 叶片整体的异氯素A跟B也都有上升的情况 另一个研究案例是水稻 在具有核污染的情况下 添加4000分的含量龟肥 光合素率增加了27%和45% 这是在2021年的研究 我们再看2015年在玉米的研究 含有5-50米A-Lm的核污染情况之下 添加了5个M-Lm的龟酸钠 对植物地上部干物质的累积 分别增加了32%跟21% 整个进光合作用率也有提升 物质在植物细胞的流通路径 有所谓的供质体和至外体通道 龟可在至外体空间中形成物理屏障 从而减少隔的运输速率 降低隔在细胞质中的积累和分布 这种物理屏障是由龟形成特定的龟质细胞 来减少植物对隔的吸收和运输 龟质细胞可以阻止隔进入植物体内 从而减轻隔对植物生长的有害影响 因此物理障碍是龟缓解隔毒性的重要机制之一 图片中蓝色的圈为龟 黑色为隔 又图为二氧化龟阻止了隔元素附着在根部细胞上 在基因的层次 龟可抑制植物产生隔运输蛋白 阻断合格运输相关基因的表达 从而抑制植物细胞共致途径 Simplest Pathway中的隔吸收和运输 下条合格有关运输基因的表达 是龟缓解隔毒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 另外 龟合格细胞壁有共沉淀的机制 Cup precipitation 重金属隔 新会与玉米根的表皮 外胚层 内胚层和木制部细胞中的龟共沉淀 同样在土壤当中 也有共沉淀情况发生 这个是龟对隔影响下作物的元素吸收效益 这几个黄色的部分都是小麦最近三年的研究结果 在隔污染的情况之下 龟的使用可以让小麦根部根骨粒里的中微量元素增加 尤其是对小麦根圈附近 对中微量元素吸收利用率都会提升 在植物钢物质的累计都明显比对照组提升更多 图片中蓝色的圈为龟 黑色为格 图片中间是指隔汇启动作物的应急反应ROS 产生养负离子攻击细胞 龟的存在 可以促进细胞产生增抗氧化能力 如超氧化物期化酶SOD 过氧化物酶POD 过氧化氢酶CAT 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和过氧化醋酸酶酶GPX 以应对格胁迫下高ROS积累 进一步攻击粒线体和叶绿体细胞 归诱导抗氧化防御是缓解割毒性的重要机制 这个表格总结归提升抗氧化能力的研究 几个主要的粮食作物跟大田作物都一样 在蔬菜窝剧里面也有同样的情况 几个重要的抗氧化酵素 尤其是超氧化其化酶 过氧化其化酶的数字都有明显提升 这个图是说明龟透过地上部和地下部 对水分利用的调节平衡机制 来减缓隔队作物的伤害 在地上部 龟可显著降低气孔导度 并限制蒸腾速率 从而减轻吸收隔的毒性 对植物造成的影响 然而 在减少蒸散效率的同时 地下部根系对水的吸收 则是通过增加共肢体运输的效能来实现 因此 水分在维管树大环境运输减少的同时 并不影响细胞之间水分运输的效能 这个表总结的是 各种作物在隔威胁之下 归对它们水势能的表现 都能够进一步提升 归在众多的研究中 已经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来缓解土壤中隔对植物生长和发育的影响 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降低土壤中隔的活性浓度 减少植物对隔的吸收和积累 并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此外 归还可以增强植物的抗氧化能力和光合作用 从而缓解隔毒性 本论文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包括深入研究归对植物水分平衡和根系发育的调节机制 以及不同类型土壤中归对降低隔污染效果的差异等 杭归肥料对土壤的效益也进一步从这篇文章中 拓展到作物健康和食品安全的层次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